研习班几乎是奇奇爆满 甚至还有远从澎湖而来的学员 另外为了让学员们安心的学习 课堂中还提供了预防SARS青草茶可以喝 学员们也都戴上了口罩来上课 陈富雄老师还特别的提供了一铁抗煞药草 来让观众朋友们做参考 最近SARS也很流行 刚刚我们现在上课的老师 而言讲到SARS的问题 所以我们上课每个人都必须戴口罩 让大家非常恐慌 不过我觉得SARS并不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不要被吓到 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得到SARS 觉得被吓死了 所以很重要 但是我们平常的保养 抵抗力 多运动 多晒太阳 再来假定说从药藻方面来讲 我倒可以提供几项 几项 第一个是凤威草 第二个是黄花蜜草 黄花蜜草 第三个是七成塔 再过来是紫背草 这白鹤灵汁 还有这几项鸡香糖 我想这几样把它加起来 就是煮水煎水 大概这一样加起来大概干瓶 一半斤左右重 那么用6000cc的水来蹲到剩下3000cc 这样一个礼拜吃个两次 一个礼拜足两次 我看这样应该可以相当不错的保护作用 相当不错的保护 就会止咳 消炎 大概这样子 预防 严重于治疗 我们应在平常时 就来做好保健的工作 这样才不会使我们受到病魔的侵染 法机新闻 谢嘉玲 邱军平 阿联 台法报导 喜欢书法和金石艺术的大法官董祥飞 在即将卸任之前 也特别展出了他多年来收藏的作品 带您来欣赏 大法官董祥飞 虽然常年钻研于法律之中 但从小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 使他对于书法和金石艺术 有着说不出的喜爱 长大之后 董祥飞有感于人生的价值 不应该只是在物质生活上的追求 而是更注重精神上的提升 因此 在工作闲暇时 他便寄情于笔墨厌词之间 不但将人世间的成购与是非升华了 更为生活增添了无尽的文化情趣 董祥飞说 书法与撰科 都是属于中国文字体现与表达的最高艺术 中国的文字远远流长 从殷商甲骨文 到隋堂以后的草书 行书 经历了各家各代 不同的诠释 使得中国的书法艺术 呈现出多彩多姿的面貌 这次 他展出的个人书法中 有行书 草书 小篆 以及甲骨文等 大约一百多幅 除了书法艺术之外 董祥飞的金石篆科 也展现了另一番的韵味与意境 另外 大法官董祥飞 还将十年来 精心收藏的鼻烟壶 小骨腕等 随着展览一并展出 有兴趣的民众 赶快趁着这个周末假期 来到国父纪念馆 一宝眼福吧 法界新闻 周宇清 曾俊雄 台北采访报导 高兴 从